问为什么,就是为什么香港人是不习惯 是要用一个付费的收费去看节目 所有东西都是在乎乎乎的 那其实我挺火的,老老实实 那没办法,这一件事就必然要发生 那你继续捐钱给刘世良,给老蕭,给老千石 捐钱给他们,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你继续听听大匪,升旗而得道 下啤梨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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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这么高水准的节目 你继续去看,没问题的 收到,收到,收到,知道,知道你的份量 这个世界是给一些高质素有养分的东西是收不到钱 是要被人捐你们,所以困你们,你们才可以开心的 那我没办法 是要被人捐你们,所以困你们,你们才可以开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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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是香港的生态 我们也要接受这个现实,面对这个真真正正的情况 嗯 OK 即是现在我即管说一说出来 我看现在真的有机会他真的做 输了就去搜狗门口,当众打飞机 唉,不要经常搞这些东西,你很低俗的人才做这些东西 大哥,我们躲起来打飞机,不是这样的 唉,真是所以说你 我就去搜狗门口,当众打飞机 不要经常搞这些东西,你很低俗的人才做这些东西 我就去搜狗门口,当众打飞机 不要经常搞这些东西,你很低俗的人才做这些东西